由於淡水 足為地區民權路台二線在上下班時刻 常常發生交通事故 日前新北市議員蔡錦賢以及當地里長 邀吉交通部公路總局以及新北市交通局副局長 相關單位來會看 希望在淡北道完工的同時 能夠一併地改善民權路177到145項瓶頸道路的問題 解決當地民眾長久以來的困擾 那這裡就捷運門口 捷運門口 公車都停到這邊 要去捷運坐車 那麼多人都要往這條路來走 實在這個很不安全 常常發生車禍 所以今天請他們特地來研究 再來研究一次 因為這裡所有的經費 今天來協調 看你怎麼來處理 拜託我們公路總局 跟我們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大家的協議 看怎樣情境怎樣 能夠趕快把這條路來打通 能夠我們人民 百姓安全的一條路 上下班 還有騎車 摩托車 大家都比較安全這樣 感謝他們 大家的辛苦 議員表示過去公路總局認為 淡北道開工在即 台二線沒有拓寬的必要 加上台二線道路全線拓寬 需要編列相當龐大的經費 所以計畫停擺 但是在這一個路段 行人常常要與車爭道 走在綠色標線行人行道旁 飛快的七機車從身旁呼嘯而過 加上遇到微停的車輛 可以說是相當危險 這個淡北道路做好之後 這邊車輛降低了 那我來做公車專用道 來做人行道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 公共運輸政策 對於城市運輸的發展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我們都可以 一起來配合來研究 那今天不是說 照公共主管集團立場說 我這一百公司偷關之後 實質上沒有效益 那我就不做了 我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情 如果你要在中間 因為以前都沒有 沒有把它遷移到旁邊 現在如果要通關要遷移到旁邊 這個時間會很久 那個塞車也塞得很厲害 所以就沒有 這個這條北車道路 這個要遷通行 然後再改這裡把它偷關這樣 所以我們這是平頸道路 這一段差不多幾百公尺而已 這個如果偷關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捷運 還有公車站牌都在這邊 議員表示好幾年前 就從這個地方開始推動拓寬案 但始終都沒有下文 這一次希望避免公堂的開銷 先集中改善民權路 177到145項瓶頸道路 經費大幅減少 也不會與淡北道功能性重疊 而公路總局回應 在淡北道完工之後 台二線流量降低 可以來規劃做公車專用道等等 都可以一併將拓寬納入考量 而議員期盼能夠改善 台二線該路段的交通事故 頻繁的問題 還給用路人一個安全的道路環境 記者許多安一淡水采訪報導